天门的内奸终于曝光 竟然是三封之一的藏刀 藏刀与贺云天合作 栽赃嫁祸除掉了埋剑 又提前埋下炸药 炸死了断枪一行人 唯有小江提前察觉出不对 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这才和雪宇逃过一劫 而自以为计划得逞的藏刀 直接带人来到了天门宝库 用贺云天交给他的天门令 打开宝库准备取走宝藏 只要没有回杨丹疗伤 月龙轩就必死无疑 到时候藏刀就可以接手天门 顶替月龙轩称霸武林 藏刀进入天门宝库后 小江和雪宇这才姗姗来迟 让雪宇没有想到的是 他将天门令放了上去 宝库大门却纹丝未动 正当小江有所猜测的时候 藏刀已经进入了宝库深处 可令藏刀没有想到的是 里面不是数不清的金银财宝 而是等候多时的月龙轩 谁 做贼心虚的藏刀 见到月龙轩被吓得屁滚尿流 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天门宝库 雪宇猜出藏刀才是内奸 拔出长剑想要抓住藏刀 却反被藏刀给擒住 有种你就把我杀了 否则月后我要你宣布如死 你给我闭嘴 现在雪宇在我手上 我们会伤害他 我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月龙轩文言哈哈大笑 从大雾中显出了身形 吓得藏刀连连求饶 要月龙轩放他一马 月龙轩见状很是不屑 愿为藏刀干得出图谋大业的大事 就应该有干大事的气魄 不该表现得如此贪生怕死 让他月龙轩看不起 眼见藏刀还不死心 月龙轩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他其实根本没有受伤 只是早就感知到天门内有一股反叛的势力 所以故意假装重伤 设下陷阱引蛇出洞 将这股反叛势力一网打尽 月龙轩再次说出了一个大秘密 月龙轩根本就不是他的女儿 他深知天门的势力越大 觊觎的野心家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特意收养了雪宇 就是为了应付今天的这种局面 藏刀得知雪宇不是月龙轩的女儿 明白就算劫持了雪宇也威胁不了月龙轩 只好放开雪宇亡命奔逃了起来 月龙轩死死盯着藏刀 并没有施展轻功追赶 而是在原地凝聚真气 用出了他的一大杀招 藏刀一边逃跑一边回头 却还是没有逃出月龙轩的手掌 月龙轩一个闪现来到藏刀的身后 毫不费力地秒杀了藏刀 当真是恐怖如斯 与此同时 小鱼揭穿了贺云天的真面目 贺云天不由地询问起了小鱼 是什么时候怀疑上了他 就在你跟吴迹说 其他的人是埋剑开始 贺云天曾与吴迹比试 吴迹用出了蛟龙溪水 贺云天感叹吴迹天赋的同时 说出这招蛟龙溪水 乃是埋剑的成名绝技 故意让吴迹以为 那个黑衣人是天门的埋剑 既然你认得出埋剑的成名绝技 那你会采进见过 旁人虽然不易分辨 我们也能跟埋剑使出建造的细微分别 但你是剑术宗师 怎么会看不出来 小鱼起初怀疑贺云天 可因为贺云天是华山派掌门 又是当今的武林盟主 所以很快打消了疑虑 直到他和无忌上山 看见了那块砸伤长春的石头 才再次怀疑起了贺云天 因为一般人用力抓起东西 都是将力凝聚在手指上 所以手指硬要比掌心的硬深 但是 那块石头上掌硬 掌心的硬 却比齿硬深 这便说明 那个蒙面人不但是剑法高手 掌力更是魂厚 你掌剑双绝 贯昌古林的 除了华山掌门 还有谁 贺云天文言冷笑了一声 说出江湖上掌剑双修的高手 并不只有他一个 小鱼凭什么确定是他 你是某远律 我的确是无凭无据 不过天望回归 还是被我发现了线索